曾世强教授,中国式管理大师,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研究中国式管理哲学三十多年,专研中美日管理比较,中西思想比较,人际关系与沟通,中国人的民族性,人伦关系等。 所开创的中国式管理理论,对华人企业管理培训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动政商学各界。 以其大智若鱼,厚极勃发,化腐朽为神奇的演讲风格,屹立业界三十多年,是少数可称为大师级演讲者之一。 当之无愧的培训界风云人物,当今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 中华儿女是益金的民族。 因为长期以来,已经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文化基因。 我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站在西方的观点来看,那是乱七八糟。 但是如果站在意理的角度来看,各位会发现它是条条有理的。 我们六千多年来,不停地按照这条路在走。 由于日用而不知,所以造成了很多扭曲、错乱、甚至误解。 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正本清源,好好的把自己的思路整理一下。 各位会发现,今后全世界都要来学我们。 这个绝不是我们万字几年上贴金,而是孔子两千五百年前的理想,会在我们这一世实现。 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网记网络。 靠的是西方,他们不停地从气方面的努力。 这个道气它是要合一的。 很可惜,我们从东看以后,我们就很注重道,我们很忽略了气。 那么西方把气的部分,把我们充实起来,对我们今后研究我们自己的智慧,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文化只能交流,无法整合。 这句话是美国花了一百年时间才体会出来的。 美国因为它是多种族的地方,它来自全世界各地,所以它很想把文化做一个整合。 他们当初所提出来的理想是非常好的,叫做Multing Port,就好像一个大熔炉一样,把所有来自四方八面的民族都融合一个美国文化。 但是一百年下来,他们自己也放弃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退而求其次,用一个沙拉吧来呈现他们的做法。 就是里面还是割稿割的,西瓜还是西瓜,青菜还是青菜,上面用一个沙拉,把它淋一淋,好像是融合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易经,它是包容,它不是整合。 文化是要彼此包容。 我们现在有一种科学,叫做生物科学。 生物科学有一个思路是非常重要的。 物种一定要多样化。 如果物种少样化,甚至一样化,整个宇宙就毁灭掉了。 所以文化一定要多样化。 就好像花要各种颜色都有,才叫做花。 你看你把花所有的统统统一成红花,那这个花很快也没有了。 植物是靠我跟你不一样,它才会有那股气。 植物是靠气的。 在座很多专家,我们中国人把医、药、食物,它是分在一起,它不分的。 你吃东西吃什么?吃它那股气。 如果那个气不见了,你那个东西吃进去就没有用。 就好像进气出来,进气出来,毫无作用。 植物是要重生的。 植物不是说一片都是同样的。 所以人类很多事情是做错的。 我跟你不同。 所以我要把我的气,把它激发出来。 我才表示我是存在的。 人是要群积的。 动物要合群。 植物要分开来。 要重生。 像这些道理,你读完《易经》以后,你会非常的清楚。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目标界定在《易经》在管理上的智慧。 那我就要跟各位报告。 读《易经》读到最后,你要记住三句话。 孔子说过好几次这样的话,实际上他是颠倒过来的。 我是故意把《极无不利》写在上面。 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大吉大利。 总是希望追求大吉大利。 你怎么才能大吉大利? 孔子讲了好几次。 他重复的不断的讲。 自天佑之。 所以为什么总统一开口就说天哪会保佑,天哪会保佑。 这句话不是迷信,这跟迷信一点关系。 只不过我们把它解释错了。 你去看很多书。 他会告诉你,自天佑之是什么意思? 就是来自上天的保佑是不对的。 上天不会保佑任何人。 上天如果保佑任何人,上天就不公正了。 你保佑了沾山,那你是怎么办? 那怎么办? 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把它解释错了。 然后一直这样,以而传而,一直下来。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至天佑之,重点在自己要努力,老天才会帮助你。 就是天助己助者。 但是,我相信各位可以看到的易经书非常多。 你回去查一查,他是怎么解释的。 他都告诉你,来自上天的保佑,所以你会长保激励。 没有这回事情。 老天,他只会帮助那些自己努力的人。 你看孔子后来讲得更清楚。 进人事,以听天命。 你不进人事,你不要期待什么天命。 不要期待。 天命是计划,人是执行。 你没有执行计划,有什么用? 轰的。 我们一生追求大吉大利。 记住,重点在自己,不在别人。 很多人后来把我们中国人说成很依赖性,很被动, 这是全是错的。 全是错的。 中国人依赖谁?我问你依赖谁? 人这么多你依赖谁? 我们根本就是无所依赖的。 最后说想来想去还是靠自己最实在的。 那本来一开始就告诉你,你要靠你自己。 你不要期望人家帮助你。 所以孔子又讲,不冤天不忧人。 他的意思是说你今晚冤天有什么用? 你忧人有什么用? 因为你根本跟天跟人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讲天人合一,居然会讲到跟天跟人没有关系。 就表示你做得好就有关系,你做得不好根本就没有关系。 第二句话,《玉经》里面写得很清楚, 我们也常常把它挂在家里的门壁上面, 但是只是看看而已。 《极善之家必有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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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清楚,他心智肚明。 但是没有办法。 很难学。 而且没有像西方管理那么有操作性。 人家看看程序, 老大家很快就步调一字了。 我们还要搞半天。 对不对? 你去看自然它有没有操作程序。 好像没有。 春夏秋冬每年都不一样。 每年都不一样。 你不要说那么远。 你说白天晚上每天都不一样。 你今天什么时候天黑, 你把它记载下来, 你会发现明天天黑的时间跟今天是不一样。 model pattern, 这是很奇怪的东西。 非常奇怪。 我们一方面又相信一切是千变万化的, 一方面又很相信model pattern。 这不是矛盾的。 天底下每一个项目的操作都是不一样。 每一家公司的管理方式 都是不相同的。 你无法去仿冒。 你无法。 你必须要走出自己的路来。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是你只能走其中的一条。 你要想同时走好几条。 最后是达不到罗马的。 那老在改道,始终在改道。 那就不能一以贯指。 当老板的人脾气好,有脾气好的做法。 脾气不好,有脾气不好的做法。 你很有能力,要有很有能力的表现。 你没有能力,你照样可以做很好的老板。 他没有一定的条件。 他没有一定的条件。 我们今天很喜欢说条例式的。 啊,当老板几个原则,几个条件。 我看也不见得。 各行各业它本身有很大的不同。 规模大小不一样。 你在东北经营这家公司,你到广州去。 就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 唯一一样的。 唯一不变的。 就是道德。 我想这在疫情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今天科学已经告诉我们,未来是不可测的。 是测不准。 叫做测不准定律。 很公开告诉你,测不准定律。 你看气象台,预报气象,经常不准。 是什么道理? 是人的问题吗?不是。 那个人是,他怕挨骂嘛。 甚至怕挨告嘛。 他认真的不得了,生怕搞错了。 尤其是台风地震这些东西,你暴坐了,那还得了。 仪器是越来越精确。 测不准跟仪器、技术、人员,几乎没有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 一句话就讲完了。 你是测得很准,不可能测不准。 只测完了,它开始变化了。 那你有什么关系? 人力无法去管自然的变化。 无法。 所以我们现在学了很多西方说, 你计划决定以后,就要按照计划去执行。 这句话其实是不同的。 你看计划确定以后,它会不会起变化? 它这样去变化。 那怎么办? 你还照原计划去走吗? 那不是很奇怪? 那就明知道它错了,你要照错的去走。 所以中国人它的方法只有一句话,看得办。 看着办就对了,看着办永远对。 它本来都是看得办的。 当一切都快速变化的时候,定数只有一个东西,叫做道德修养。 就是我们今天常讲的凭良心。 凭良心你会外打正着, 而不凭良心你会正打外着。 很奇怪。 明明可以赚钱,最后是亏本。 你去追究最后的原因,就是你当时那个念头搞乱掉了。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最后效果很好。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其实就是你的良心在发生作用。 它本来想做坏的,也因为感动以后它自我修正过来。 我们的信仰是在这里。 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 因为有了义经,你根本不需要宗教。 你搞不懂义经才想说,那去信宗教。 我一点不反对。 宗教是有些人有这个需要,我们不能反对它。 它有这个需要,你凭什么去反对它? 懂得义理的人,他知道义经的道理,它是超越宗教的。 义理是从哪里来?从自然来。 所以叫道法自然。 所以我现在给各位一个标准。 现在你看,知识爆炸。 资讯啊,日新月异。 那我们怎么办? 你就用两个字去检验它。 合复自然,大概不会抽。 不合复自然,你要小心。 自然是检验标准的最好的一个标准。 自然不自然。 合复自然的,你可以放心。 就算当前比较没有效,长期一定有效。 不合复自然的,就算你眼前很有利益,不会持久。 很快就下来了。 你看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就是自然。 江上依旧在,人事全非。 你再怎么变,再怎么改朝犯的。 它自然永远不变。 自然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是意境告诉我们。 慢慢全世界会像这方面来考虑。 因为他们也很着急。 这是真的假的。 你看为什么叫为科学? 我不接受为科学这三个字。 科学没有什么为。 那为了就不叫科学了。 科学有正科学有负科学。 哪一天我们发现了它负科学就变正科学。 如此而已。 人类还不了解的科学叫做负科学。 它还是科学。 只是你现在没有能力了解它, 你怎么说它不科学。 我也不太接受什么不科学, 什么未科学。 我不太接受这个观念。 即上之家,你是可以永远存下去。 所有看得见的钱财,看得见的宝贝,都是不可靠的。 人一生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职场生活当中提升自己的平等。 你看老天它就是造成各种不同的情况。 那你天天反省之后觉得说数据也不可靠。 资讯也不可靠。 物资到之后也不可靠。 因为它会变化。 一件很好的衣服你什么都穿摆在那里。 把一阵子以后拿出来被虫咬掉了。 那你怪谁啊? 一切你都无法掌握。 你说我们今天三个人在这里达成协议, 明天开始一定同学结议。 可靠吗?不可靠。 明天早上那个人半夜死掉了,三却一。 那你能怎么样? 我现在讲一句话,请各位去想。 人要做什么事情?千辛万苦。 老天要做什么事情?轻松愉快。 老天要你在行业里面跑第一, 他什么都不要做? 他就把你的竞争对手统统收回去就够了。 你突然间没有抵手了,很奇怪。 你很自然去跑第一了。 你要去跑第一,苦的要命,辛苦的要命。 但是老天要把跟你竞争人收回去有一个条件, 就是看你自己争不争去,才叫做治天幼子。 老天可以把幼子是把他们收回去, 其他人都没办法做。 你看当年曹操就好了。 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其实他的智慧不下于诸葛亮。 可是他很快就收回去。 你看诸葛亮一下山,周玉就走了。 如果周玉还在两个人天天骂天天曹, 那要干什么?不要做事。 老天要诸葛亮发挥于才能, 他只做一件事情。周玉,你先回来。 什么事都没了。 所以他这样从今里想,自然他的运作, 那是很明广的。 人是不及他的。 周玉文讲天人合一。 其实就是说你要最后这四个字就出来了。 就叫顺天应人。 顺服天理,而适应人情。 人跟动物不同,是人有他的情。 其实性是一样的。 人有人性,狗有狗性,马有马性,牛有牛性, 猪有猪性,草木都有性,怎么没有性。 性是什么?性是本能。 与生俱来的那种能力就叫性。 但是情呢,那这个人呢,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其实情就是良心。 很多人把情解释错了。 我们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有名的, 叫做有情文化。 这个情呢,很多人很害怕。 哎呀,情啊。 人情包袱啊。 又把我们害死了啊。 讲一大堆。 就是你把情没有解释对。 任何字,只要有这个亲字, 它就等于美好的意思。 你看讲话讲的美好,叫做情。 它旁边是个言盘。 语言很美好,叫情。 水很美好,叫青。 人长得很俊秀,叫倩。 草木很美好,叫青。 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它是美好的心。 尤其是心盘。 一个人心很好,就叫有情。 中国人不是对人有情而已。 对草木有情。 对宇宙有情。 我们不当对活着的人有情。 我们对死去的人有情。 我们不崇拜外来的神。 我们崇拜这些活着为人民做贡献的人。 我们死了以后把它当作神明来崇拜。 这个跟迷信一点关系。 就是对死人有情。 我们拜祖先对死人有情。 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管理管道彼此都没有情。 最后那个结局是很凄惨的。 你看很多总经理活着的时候, 他当总经理很生气。 哪一天他离休了, 只换一个字叫做总不理。 总经理马上变总不理。 你当总经理所有人看到你老远就过来。 老总你好, 你一对下来, 再近看到你他眼睛都锁掉。 当你发现没有人理你的时候, 你是比什么都难过的。 中国人这个管跟理啊, 它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喜欢任何人管你, 但是你最痛恨人家不理你, 你好像中间这句话去想一想, 你怎么不理我呢? 你凭什么管我? 这是中国人最常讲的话。 所以我们今天管理管理, 所以要去管人啊, 我觉得这很奇怪。 我先想在这里啊, 任何想管别人的人, 最后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被人家活活气死。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气你? 就是你要管他。 你管我, 我就气你了。 所以我们很少像西方那样说, 我给你argue, 我给你争论, 我提出申诉, 我们很少。 中国人高明了, 你要气我, 你要骂我, 你要管我, 好, 我什么都不动作, 想办法把你气死。 就够了吧。 情是最好的保护自己的一道墙。 你好好去想一想这个事情。 你从刚才到现在的分析, 你会发现我们走的路子跟西方人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那我必须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有民族都有文化。 这文化是干什么? 你看我们今天动不动就讲企业文化。 我都先问你,文化是干什么? 全世界一样, 这一点没有区别。 文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使人跟禽兽有所区别。 你看在落伍的民族, 他会知道用几个树叶, 把药茧的地方遮掩起来。 动物没有, 动物一直到现在没有。 就是动物的性生活, 它不由它自己控制, 它是由自然控制的。 你看熊猫为什么, 猫熊啊, 为什么那么难得。 就是它一年有时候生下一个小孩。 它说老天控制它, 你发情期是老天控制你, 发情你就发情。 其他你根本就没有动作的。 人不是, 人这个麻烦。 我们东方人最了不起的, 就是把性生活, 从生物性提升到文化性。 可是现在我们慢慢又恢复生物性。 这是我们要彼此换劝界的。 我看到西方人很简单, 很简单他就比较接近禽兽。 全世界都在使人跟禽兽拉远距离, 中国人最多最好, 从周朝开始就做好了。 周武王, 周武王看到他爸爸那么了不起, 看到他叔叔那么了不起, 想到自己。 虽然他把商咒灭掉, 但是灭掉这个不算什么吗? 他总要留下点东西来。 果然他只讲一句话, 他一直到现在流民。 周武王流民不是因为他的武功, 是因为这句话。 人未忘物之灵。 他就讲这句话够了。 人是忘物之灵。 我讲这句话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是有很密切关系的。 因为《易经》告诉我们, 宇宙它是三个东西构成的, 一个叫做像。 你看我们眼睛看外面看什么? 看他的像。 用今天的话叫现像。 天像。 云怎么跑。 地像。 其实地理也是像, 不要把地理看成不是像。 天文跟地理是一样的东西。 都是像。 人像也是像。 天文地理看人像都是像。 宇宙第一个被人类接触到的就是像。 这样各位才知道中文一看人就觉得 这个人像貌怎么长成这样子。 中文很喜欢看人家的像。 这当然有道理。 因为所有事情都写在脸上。 你为什么不看这个像呢? 你看一颗树, 你看到像不能看什么? 你会把它锯开来看吗? 看年轮吗? 那么奇怪? 一锯就死掉了。 像就是我们现代管理非常重视的现像。 像背后有个树。 我倒问你是先有树后有像? 还是相有像后有树? 相有树后有像。 你看一棵树它会长成这样。 它就是背后有个树, 它才会长到这样。 什么叫树? 就是这个地方的土壤怎么样? 这个地方风大不大? 这地方地形地物, 以及周遭的一些动物 对它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树。 各位,中国人讲的树 不是西方所讲的数学。 不是。 西方的数学是死的, 是没有生命的。 中国人的树是活的, 它是有性命的。 这样各位才了解, 西方讲树的时候它讲的很固定。 一、二、五。 中国人讲树都讲的不太固定。 三、两个、七、八个、十来个、一百多。 它永远不给你讲固定。 我们才对。 因为那树是不停在变, 你怎么可以讲固定呢? 有些事情因为西方它还没悟到这个地步, 它很坚持说树就是固定的。 要不然什么叫树呢? 仓库里面现在多少存货? 报单来的时候你知道已经不是这样的。 否则它就死掉了。 那几几天都没有生意不完蛋了吗? 错才是对的。 对就是错的。 西方人你一听它就火到了。 你讲什么? 西方人他偏重于知识层面, 他不太理会智慧层面。 这是他们的问题。 他们太重视气, 他没有道的修养。 我们是道气要合一,要合一。 数用今天的话来讲, 可以很勉强叫做数据。 你看我们管理第一个看数据, 但是看数据你不要相信它, 你相信它你就惨了。 因为中国人经常用假的数据来骗你了。 这是我们最擅长的。 对不对? 你要什么数据? 我就给你一个数据。 你惨了。 西方人的数据多半是真的。 中国人数据多半是假的。 是什么道理? 你到西方要看这个医生好不好? 你根本不有打听吗? 你就进去就好了。 他墙壁上会写, 他是哪里毕业的, 他行医都要连什么, 都写得很清楚。 而且那都是真的。 你中国人你这样进去一看, 哦!都是假的。 因为假的材料贴在墙壁上, 真的就放在桌子里面就好了。 你放在墙壁上干什么? 这样你就知道整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中国人他有数据的观念, 但是他不会相信它。 可是他会不相信吗? 他也不会。 他也不会不相信。 益金就是告诉你, 不要相信也不要不相信。 因为他有云就有云嘛, 他有云就一定有云嘛。 你说全部是假的, 他拿不出来。 他是多半有点真, 就对了嘛。 所以在中国社会永远前面有假的, 这不是真的。 我假的不看吗? 他真的就好。 真中有假, 假中有真。 真正一直到现在你无法避免。 你永远扫不清。 像素其实都不可靠。 像有假像。 所以很多人说, 给我看个像吧。 我就很好笑。 看什么像? 看假像。 当你准备好让人家看像的时候, 全是假的。 你就知道更外涵到几点。 你看像要看他不注意的时候, 你看他是真像。 当他粉色太平的, 一些都尾章好了, 你去看他, 那看什么像? 又看又不像。 像有真就有假。 而素它是永远是变动的。 素是变动。 所以中国人只会告诉你, 我信中有素。 自己拿个素, 他始终不讲清楚。 因为一起都在变动。 你会发现, 说出来的人最后都是没有信用的。 中国人说出来的都是没有信用的。 那我谈为什么要讲。 所以像素背后那个东西, 是最可靠的, 叫做理。 中国人终于找到一条可以预计的道理。 各位有没有发现, 天底下中国人是最讲道理的。 你只要跟一个人讲, 你这个没有道理, 他绝对没有放过你。 我怎么没有道理? 我哪一点没有道理? 你不讲理,那他更惨。 不讲理还得了。 所以很多人误解说, 秦理法中文是讲秦的。 像这些你要好好去理性的。 我们是秦的文化, 但是我们不是讲秦的民族。 因为我们的秦必须要合理。 只要那个秦不合理, 这个秦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你骂一个中文, 你这个人没有感情, 他不再在乎。 他一句话就顶过来了, 对你这种人讲什么感情? 你自己反省的。 感情。 你对一个中文讲你不守法, 他也不在乎。 我不守法。 我承认我不守法。 你就守法了, 你守法。 我是不忍心说你而已。 像这种事情, 我们经常都可以听到的。 还讲法了。 所以为什么法家在文经里不彰显, 他有道理。 我们今天讲法治法治, 都是讲得好听的。 不可能是法治。 中文是医理处之, 而不是依法办理。 但是我们已经养成习惯, 嘴巴都讲, 依法办理。 心里想的, 都是合理解决。 真正是合理解决。 依法办理, 谁跟你依法办理。 依法办理到最后, 只有孤家寡人一个。 所以公司只有总经理, 他不会设个总经勤。 那就乱七八糟。 那我来个总经法, 那就像黑社会。 你从这里去了解, 你就慢慢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要讲我们自己的一套东西。 因为我们思路跟西方人是完全不同的。 好。 你看这样就出一个数字出来的。 这个数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它影响太大了。 就叫三。 老子说, 道生一, 一生二。 这个我们都很容易了解。 二生三, 这个三糟糕了, 三是什么? 三到底是什么? 学数学都知道, 一生二, 二生四, 四生八, 八生四六, 二生三。 我们就开始怀疑了, 老子是不是数学不好啊? 怎么二生三呢? 其实读过高等数学都知道, 二本来就剩三了。 一是太极, 二是阴阳。 三是什么? 三是阴阳的变化。 你看只要阴阳一变化, 就生万物。 狗是什么? 就是公狗跟母狗一起变化, 它狗就很多了。 这不像简单道理, 这什么难的呢? 益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就叫生。 那个生不是生存, 生活都不是, 而是你要生出后代来才叫生。 所以我们叫人说先生先生, 就说你赶快生个小孩。 其实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其他的。 我们很多事情, 我们没有老文特摊原来的意思, 会把自己搞的, 然后就开始来害别人。 我今天也替外国人讲一句话, 外国人很想了解我们中国人, 他始终不了解就是中国人都在骗他, 我们都在骗他。 外国人说你们很保守, 我们是是是我们保守, 那就完了。 中国怎么会保守呢? 中国人变到连自己一套衣服都没有, 还保守啊? 如果你哪一套衣服可以代表我们中国人? 没有。 根本就没有。 因为我们始终不固定嘛, 你怎么可以有一套衣服代表中国人? 所以很多人说你看看, 人家日本又和服, 那就是日本人不长进了。 有了和服就不得了了, 就永远穿和服, 那完了。 中国人是很善变的, 但是他因为有意见, 所以他会变到, 让人家看出来他不会变。 这就叫智慧。 我们是讲真话的人, 但是讲到最后, 让人家听起来是假的。 因为我们知道, 人最不喜欢听真实的报道。 你去看医生, 他问你, 我就是什么病啊? 你跟他讲实在话, 听一看, 你这个病我不太清楚。 你为什么不清楚? 不是我不清楚, 书也写得不清楚。 到今天医学根本没有报告清楚, 你就是什么嘛? 你讲我怎么讲? 他讲都实在话。 那你给我的药, 吃的会不会好? 他说有的会好, 有的不会。 这也是真话。 那你说会怎么样? 那说不定了。 有的吃了, 换个药就好了, 有的吃了, 他就死了。 他没有一句话不真实的。 听了就很恼火啊, 就非常恼火。 那我们是不是要骗人? 中国人从来不骗人。 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骗人。 骗人就欺骗, 那还得了。 你慢慢去发现, 这是到现在为止, 全部西方人没有了解我们的地方, 因为他无从了解起来。 西方人脑筋很简单, 你如果不说实在话, 你就是欺骗。 中国人说我不欺骗, 我也不说实在话。 我干嘛说实在话呢? 我说第三种话, 中文一生一世都说第三种话。 说妥当的话。 哪一个人不是说妥当的话? 根据你的身份, 根据你的立场, 根据你跟对方的关系, 你讲妥当的话。 我不了解, 总觉得老在那里挣扎。 三, 是我们很特殊的一条路。 外国人只有二, 我们有三。 我必须要说明, 整部已经都是合乎科学的。 只是当年没有科学语言,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当年就用科学语言来解释,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讲到这里, 我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很重要的关键说清楚, 否则大家还是很迷惘的。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观念。 西方人做学问做到最后做出一个science。 science从哪里来? 从哲学来。 西方人是先有哲学, 感觉到哲学太笼统, 不够明确。 所以才变成science。 我们那个翻译的人, 把science翻成科学。 这本来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因为science根本不是科学。 science真正要翻成学问, 就对了。 可是我现在感觉到这个人啊, 它是一个很大贡献。 它翻得非常正确。 你可以在本学外。 它把它翻成科学, 就告诉我们这只是分科之学。 你小心。 这变成很有智慧的。 西方人所做的都是分科的学问, 没有做整全的学问。 从来不做整全的学问。 所以你看, 你去西医, 他先问你, 什么科? 老子讲, 病人搞得清楚自己是什么科, 他就不用来看病了。 什么科? 一听就火大了。 什么科? 然后你到类科去, 类科完了。 你看外科怎么看我这科? 已经半条命了。 最后跑到真的那一科, 已经奄奄于习怪死掉了。 这是非常奇怪的。 西方人把分看得太重要了。 他们的问题就发生在这个字。 分分分到最后, 支离破碎, 无法整全, 无法整全。 他们现在也在改。 他们现在先推出家庭医生, 他不让你去找官专科医生。 其实西方人都在朝我们这方向, 在努力。 你看你到西方, 小孩发烧了, 你是找不到医生的。 因为他医生不接受你。 你打电话去说, 我小孩发烧, 他问你几度。 你先量啊, 你问我自己量。 然后你量说, 三十几度, 三十几度算什么? 不算发烧, 明天再说。 父母几个钥匙, 因为他只有一个啊。 你的病人有几千个。 我觉得, 这个是慢慢朝向我们这里, 但是他没有做到。 我们会告诉他, 你不要吃药。 如果你觉得他很发烈的话, 你打个鸡蛋清啊, 放在他这里就好了。 那外国人一天都把鸡蛋清, 你这个人就是野蛮嘛。 一切是落伍啊, 那又完了, 全完了。 其实打鸡蛋清是最好的。 那今天那个, 熟经很方便, 把鸡蛋清放在那边一放, 他就好了。 我告诉你, 真正有医的人, 不会随便替人家退烧的。 因为发烧不是病, 发烧是个警讯。 发烧是告诉你, 我身体有个问题。 你把他退掉, 我问题在那里, 你都不知道。 退掉之后, 烧是没有了, 人死了。 那就算什么医生呢? 所以我们认为中西医啊, 脑在这地方纠缠不清, 就是大家观念不清楚啊。 中医他是讲治本的, 他不给你治标。 西医是完全讲治标的。 西医最简单, 你哪里痛? 脚痛? 割掉? 胃痛? 挖掉? 手痛? 换一只? 什么时候头痛, 那就糟糕了, 头会砍掉。 中国人没有啊, 中国人哪里痛? 这里痛? 好,这里痛, 我们不要去碰它, 又碰又痛啊, 我们碰不痛的地方。 所以外国人每次跟我讲, 你连方位都搞错了, 我是这里痛? 我说痛, 你去碰它不是更痛? 我们来碰不痛的地方, 碰完它不痛了就好了。 我有阴阳吗? 阴阳你说, 你两边它会平衡嘛, 你急什么? 你那么急干嘛呢? 其实全世界都非常重视中医, 只是他们还没有摸清楚, 我们到底怎么回事。 Science, 他们原意是学问, 后来我们把它翻成科学, 但是我们又误解了, 我们以为科学就代表一切, 科学不可能代表一切。 我就问你, 艺术难道不存在吗? 道德难道不存在吗? 宗教难道不存在吗? 宗教是科学吗? 那笑话。 西方现在很麻烦, 就是宗教也要变成科学, 完了。 老实陈,各位只要去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西方的科学家到最后, 很多会去信宗教, 你就知道, 这问题出来的。 就是这个科学家到最后没有个点儿了。 西方的科学家到去年, 他们也承认, 科学无法告诉你真理, 科学无法告诉你真理。 科学只是一条真理的渐进线, 他们叫做approaching line, 我只能不断地去接触真理, 最多在真理的边缘, 我无法知道什么叫真理。 他们也慢慢知道, 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科学、艺术、道德, 这三个上面一定有个整全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做道。 道它不是任何东西, 但是它可以变成所有的东西, 这样才叫做道。 所以严格讲起来, 中国人的学问只有一门, 就叫道学。 我们没有哲学。 我们很勉强把自己说我有哲学, 其实外国人也是很气的, 你们什么哲学? 你们只有一大堆笑话, 有哲学。 我们笑话就够了, 就可以活一辈子了吗? 要什么哲学? 我问你, 你是要靠哲学活还是靠笑话活? 大家嘻嘻哈哈, 然后谈笑用兵, 什么事情都不解决, 都很愉快吗? 我问你, 你去解决问题干嘛? 那是很笨的人。 我们就是发现西方有一个词 叫做Problem Solving, 太好了, 太好了, 搞得现在大人累得要命。 中国人是讲化解的, 他不讲解决的。 你看你解决一个部分, 其他部分又来了, 所以他永远治不完。 你看吃西药最大的麻烦就是说, 你一吃你就吃一辈子, 没完没了。 因为他的药是那里原来有的东西没有了。 中国人告诉你, 你吃个疗瘫你就要停了, 不要再吃了。 再吃了, 你本身那个机能就受伤了。 听清楚啊, 解决一个问题后面产生几十个问题。 西方现在为什么又来又忙, 就是他不懂这个道理。 那问题怎么可以解决? 问题要化解。 一化解掉以后没有后遗症嘛。 什么后遗症? 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急得要解决问题, 所以搞到最后自己也累,人家也累。 那凡是跟你的人都累, 那就两个字讲完了,缺德。 我们现在天天在做缺德的事情。 那有一天算总账的时候你就完了, 就变总部理了。 Science告诉我们, 它是分科的学位。 所以现在的博士, 我敢讲这个话, 也因为我自己也经过这个过程, 没有资格叫博士, 只能改名叫专士。 它很专, 所以叫专士。 它有什么资格叫博士? 它是知道少少中多多的人。 博士是要知道多多中少少的人。 这是两码事。 你应该哪个博? 没有人博。 你是学什么的? 我学医的。 哎呀! 等一等,我是内科,我是外科。 你少跟我谈外科的事情。 那那一科, 鼻子算不算一科? 不算。 耳鼻喉科。 完了。 找到一科, 好不容易找到耳鼻喉科。 他现在问你, 你是左鼻孔有问题还是右鼻孔? 你说右鼻孔,抱歉, 我专攻左鼻孔。 完了,我跟你讲了。 什么博士? 人家怎么搞到这个地步? 就是分出来的结果,分。 那大家听到会不会觉得中国人是走河的路? 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最糟糕的。 我们现在跟西方经常用对比的, 经常用二分法, 那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是分中有河,河中有分。 你看易经本来就是一分为二, 二合为一。 它就这么简单。 一个中国人当你脚炒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骂你, 你出来干什么? 家里事情不要干啊? 你退回去说, 你退回去什么? 外面事情不要干啊? 中国人很简单, 他老在门口上这样, 出来回去, 你出来干什么? 没有啊, 我要进来。 你进去干什么? 我要出来啊。 因为你才骂我嘛, 我只好这样, 我也是白白。 它有道理, 它怎么没有道理呢? 因为我一切要激动嘛, 你怎么会固定呢? 所以你看, 当老板人整天发脾气, 就是看到那个人不坐在位置上, 整天在外面, 他的确很气。 你里面事情不坐, 整天在外面跑, 那里面事情一段糟了。 你看他坐在里面, 他也很气啊, 坐在外面, 那外面事情随风, 你跟我们是不是这样? 我们的考核没有办法像西方那样。 西方的考核很简单, 就是财人一格, 什么一格, 什么一格, 他分很多项目, 然后加总数, 变成他的考核的成绩。 中国人没有, 中国人你再分什么项目, 他不会的, 他先打总数。 各位凡是哪个考核, 只要你是中国人, 先打总数, 下面臭,臭袋臭气, 臭存总数。 你不要骗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学西方观, 你学到最后学皮毛? 没有办法用, 因为他跟我们骨子里面所想的不一样。 我问你, 你加起来是59分, 你会打59分吗? 那他一定揍你,59, 你给我60会是啊? 我告诉你, 中国人打60就是不及格的, 你相不相信? 我教书教几十年, 坦白跟我学生讲, 凡是你将来拿到成绩是60, 你要知道你是不及格的, 真正不及格我会跟你40, 就表示很严重。 好的, 大概都70分以上。 我干嘛跟你过不去, 你69, 那么小气干什么? 多给你一分, 70。 所以你说中国人打成绩会警却, 那完全是骗人了, 谁警却? 你要顾虑贵方的感受, 他的心情不一样了, 对不对? 一个人明明没有病, 你告诉他, 你这次修养修养就好了, 要不要吃药? 我看不必。 他又来看你, 你不能老一套, 你就开一些吃的没有用, 但是不会死的东西。 他很高兴啊, 他认为你给我药吃的吗? 你照顾我了, 那就有什么不对? 我不想有什么不对, 这个不叫什么药, 叫安慰剂, 给你点安慰, 你回去很愉快, 那就好了。 我告诉你, 富二代很快会怀疑自己有病, 我看太多了, 因为他什么都有了, 那就觉得自己总缺点什么吗? 那就是病了。 他整天都说我一般癌症, 检查没有, 他总觉得你骗我。 有人走进大江200, 就为了大江200, 就为了证明他有病。 所以告诉我, 医生都说我没有病, 但是我始终觉得我有病。 我说那你要怎么办? 他说我想通了, 我去香港。 他到香港还证明他有病。 这是人呢? 这就叫做人了。 天地人, 一句话讲完了, 天好做, 地好做, 人难做, 人难做。 领导好当, 员工好当, 干部难当。 我们跟外国不一样, 外国是一切老板负责任, 中国人谁跟你负责任呢? 区区保帅, 负责任。 我们经常是区区保帅的。 你看我们笑象局, 将军, 区区保来, 你会死, 死, 就为了这个时候死嘛。 不然什么时候死呢? 这就是我们的文化。 你慢慢听完, 你会觉得西方那一套, 其实非常不符合我们的想法。 什么权责合一? 谁跟你权责合一? 老天有权无责。 当老天打了一把人打死的时候, 你会不会提起公诉? 会不会提起公诉? 你只说倒霉, 只说倒霉啊。 天, 他是有权无责。 所以我们仲经理, 我可以告诉你, 你是有权没有责。 你听得起很高兴啊, 但是你的责是你对你上一圈的人。 中国人这种层层皆知, 他是没完没了。 人上有人, 天外有天, 记住这句话。 西方的没有, 西方的我这个公司, 我是老总, 我就是对他, 我一把手。 中国人一把手, 一把手, 一把手上面还有一把手咧? 一把手。 外国人听不懂啊, 你就是一把手, 怎么上面还有一把手? 他会告诉你, 我是看得见的一把手。 后面有个看不见的一把手, 你知道吗? 这才叫中国式寡人。 所以你说天子他最大, 他是可笑我最大。 我来问各位, 为什么天子自己叫寡人? 什么不好叫叫寡人? 那寡孤寡就最糟糕了,寡人。 他那寡人不是孤独的意思, 寡人是寡德之人。 他每天讲寡德, 就是告诉各位, 我什么都有了, 我就是缺乏德性而已。 你们干部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补充我的德性。 你不要害我, 凡是任何事情, 只要你损害我的德性, 我一定斩, 一定斩。 你听清楚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叫寡人。 一个人一生唯一的目标, 就是使你的德性充足, 使你的修养提高。 孔子说, 小人下学, 君子尚达。 尚达天道, 就是品德修养越来越好。 其他通通是假的。 品德修养, 是可以印你的子孙, 而看得见的钱财, 是会害你的子孙。 你千万记住我这句话。 尤其现在富二代, 更应该听这句话。 否则他会无法无天。 应该我们无法, 上面还加上个无天, 要去了解。 法是给地守的。 天从来没有法。 天有什么法? 水给天立法。 你说现在是夏天, 夏天我就叫你冷。 你现在夏天很冷。 冬天就叫你热。 天可以这样做。 你人抗议有什么用? 你地抗议有什么用? 天有情。 地守法。 人合理。 你看我们的情力法, 其实也是崇敬里守的。 所以大家, 第一个要确立的就是什么? 领导一定要做好人, 你不可以做坏人。 干部一定要做坏人, 你不可以做好人。 现在都是, 领导, 他命命做坏人, 这个不可以, 那可不可以, 干部就趁机做好人。 哎,不要听大人。 我替你隐瞒好了, 天下打乱。 一个好人一怪人, 那员工做什么? 员工啊, 这个字用得非常好, 叫做憨人。 比如说他愚蠢, 他再不愚蠢, 他聪明得很, 他很憨。 因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管你这些事情。 他管你这些事情吗? 你慢慢从这里去把那个厘清了, 你知道你该怎么做。 非常简单, 一点不难。 我们修行。